好一開閘的時候 總點啦 羽龍共舞 贏到失敗 忠心未來 埋便透出 見到的就鬥到最後二百多米 透出就是飛天劍 大家好 接下來9月23日的跑馬地野菜 就會用私家三能舉行 頭場估計應該是五班千八米 都有十二隻正選馬 其中有兩筆是延遲加入的 東方雷剛剛跑完 還有鄭俊偉馬房 第四後備馬 縱膳積腹 但十二匹正選馬裏 好像只有一匹比較突出 其他要猜的東西比較多 不如跟大家看看 上深星上季跑了十幾場 早幾天拆局的時候 我也有講過這匹馬 未來星期日會不會跑 但我當時也說 他的狀態還未夠 會不會打踏跑 可以省起馬 而可以爭到位置 感覺上他狀態還未夠 評分亦浪 我認為如果他排得好當 可能可以爭到三四重彩腳 五歲的自購馬加加勝義 來香港都跑十三次 全部都輸了 但上季減了三十二分之後 一落五班二千二百米 田草都近 當然沒什麼威脅 但起碼感覺上 落到五班應該有點微利 暑期評分只減了兩分 他上季最後一場賽事 7月5日跑完之後 其實他都休息了一段時間 才再出跳 去到8月22日才再跳 不過雖然他的功夫不算很硬 但他落了一班 始終 在這個評分應該有優勢 這匹自購馬來香港之前 叫做Home Wind 在New South West那邊跑開 在Goodsford和Campbelly 贏過馬 跑一些吸制賽當然不夠跑 他贏的對手也不厲害 見到他來香港 都打算有一隻五班 可能來地會有少少出路的馬 但來香港之後 一直都是部署減分 去到五班應該可以反彈吧 不過這隻馬的狀態 真的有少少疑問 純粹跑回一個班 我覺得可以放回前四選 我暫時放首選 稍後我會再講解一下 為什麼我放首選 五歲的自購新馬表表馬 開羅日跑了一個第四名 不要被這個第四名騙了 其實他是賺了萬步速回來捱 而他捱到的第四名 算是差的 他增成應該會好些 始終是下線的 reduce choice 這些馬的負是all too hard 其實在香港和外地的指指 都是一些濕地 泥地會ok的馬 如果臨場有雨 在前面走 可能可以濫度 看看他排什麼檔 五歲PPG東方雷 何良馬房的馬 現在到35分 應該可以反彈了吧 上年曾經在一場千八米前置 回來捱到第三名 當時他是用周進諾 上星期出賽的時候 跑了650米用蝕恩 在前面走 省了 10檔起步之後 就搶前 然後按萬步速捱回來 真的捱不到尾 力水和狀態都好像差點 又或者這樣 可能因為用蝕恩 少了10磅優勢真的差很遠 如果他用周進諾的話 可以考慮一下 但如果用大師傅 沒有綁減的話 就應該穩固 而且我一直都覺得 這隻馬 可能他留著少少跑好一點 不應該放頭跑 六歲自購馬 榮木春風 梵高爾的兒子 下線傾蠻步 我經常說 這個血統 應該跑泥地會好過草地 以前曾經跑泥地都不錯 但上季大部分時間 都是跑草地 季初可來日跑田草的1,6米 虧了萬步速 追下去不算很厲害 但魚勢是不錯 這次曾情 跑贏馬路程 我覺得如果有正常步速的話 會幫到手 看看會不會是潘頓跑 又看看會不會前面有馬特別扯得快 六歲自購馬 凌峰 現在只有33分 上季轉了馬房去苗 得到的時候 其實他有幾場跑場 表現真的不差 可惜一隻馬比較被動 而且要熱身 跑起狀態才可以 歸前試雜 其實走勢不錯 一隻長途馬試短途雜 都有少少追勢 我以為狀態不錯 誰知開來日 就遇到一個萬步速 全虧了 魚勢不錯 今次曾情 開了氣 有可能可以欺負其他對手 六歲自購馬最開心 By Master Craftman 葉倉和馬房的馬 上年37分是贏馬 現在32分 感覺上一定是賺了分 但可以仔細看 上季去贏馬的時候 其實狀態是很合理的 但贏完馬之後 馬完全不肯走 過年熱身 那場1400米當然嚴短 追少少少 去8月17日才復貨 之後有少少趕工夫的跡象 試襲一般肯走 今次的機會不算很突出 當然如果有方法濕地 又可以幫到手 最多最多都只能夠推介四龍採腳 除了在Youtube分享賽事拆局分析之外 我亦都有在以下不同的社交媒體 和大家做互動 如果大家想聊一下馬仔 和知道馬圈最新的資訊 記得去Facebook找一下 馬紀仙賽馬心得分享及交流區 五歲的南非自購新馬 成功升區 在香港跑了8次 全部都輸了 大家看到去上季季尾那場 輸得近一點 但都是沒有威脅的 7月15日之後就沒有跑 頭了兩個星期之後就開始復貨 去到8月11日就開始快跳 黎海榮摸實 郭能亦都幫他跳過一次 最近出試都是黎海榮摸著 估計到時出賽都是由他負責 感覺上這隻星雲來的兒子 感覺這隻星雲來的兒子 好像需要多點時間去適應 六歲的愛爾蘭PP為善聚落 上季都自己跑了五次 健康很有問題 你看看前季他28分贏上的勢 感覺上可能四班都夠跑 可能因為健康出問題 上季出賽很少 五月沒有跑之後都休息了很久 季前的功夫都不足 而且見到他趕功夫 但明顯見到狀態未夠 好像不敢操 我有少少擔心這隻馬健康 當然熱身可能會進步 但以上場的水準去計 今場馬很難入到前五名 五歲的PPG明德智星 轉了馬房之後跑了六次 總共入了三次位置 上星期那場馬如果不去排一檔 可能贏了 為什麼我說他上星期不去排一檔 就贏了 因為遇到一個慢步速 他排在內檔 困在尾四位置 即是那隻堅尼地的裏面 去到大概一千米左右 步速太慢 堅尼地在二碟四三碟位置 開始踩油 他跟不上去 因為外面還有一隻爪王烈焰 結果他就盯著 看不到 反而他在彎位入直路前 跟著那隻爪王烈焰 才上倒去 但他不是跟著馬尾 他選擇走六碟 他的跑法說 最重要是不要塞 結果在外面 虧了步速 場地偏差 都可以追得很厲害 那隻頭馬 機緣巧合當然是厲害 轉了馬房 這個第二一點都不失禮 唯一擔心 會不會又抽到一檔沒有補足 第一 第二 他有沒有打踏 會不會只是優猴突佳 我只是因為這個原因 我就放進去第二選 當然 整組馬中 最排面的機會馬就是他 五歲的英國自救新馬 眾善積福 轉了去鄭俊偉馬房 在香港跑十二次都是大敗的 只是說有一場泥地1650米 在前面省回來 跑到第五名 算是輸得更近 星期日正選馬 我覺得這隻馬有少少百寶袋的味道 還未適應 還有只會一口氣 在前面走 不會流力 沒什麼教過他 所以我只是能夠抱 觀望的態度 五歲自救新馬威至經 減到二十分 感覺上是一隻不適應的馬 Tavis代這個種很難選擇 你好像那隻馬王明月千里 都是一千磅左右 不是很重 這些馬應該很容易操起 但亦是很容易操傷 所以連續兩季都拍四場 一千磅左右的馬 是擔心他真的頂不住 雖然同晚會有同主馬配合出擊 不過看狀態、看操練 好像未像樣 看完報名表之後 我沒有操作明德之星去首選 我操作加加勝義行頭 當然這隻馬 狀態真的未夠 操練也不是很辣 純粹因為他的斑 感覺上他好像整組馬 他可能是最有斑的那隻 因為始終都真的未看完 減夠分 看看可否反彈 明德之星就是全組排面最高的那隻 上星期那場馬 沒有花沒有假 熱身之後 增情應該會更好 要看牌檔 餘木春風和凌風初出那場 都受制於慢步速 而餘木春風的追勢 當然比凌風好一點 先看牌位 還有排座位之後 看看預計天氣如何 如果預期下大雨 我只能放在餘木春風行頭 凌風這些馬 永遠都是只能拖腳 不要做膽 太過被動了 跑2200米以下 都真的拖腳穩陣些 上星星也好 表表邁也好 東方雷也好 我認為都是邊線四重彩腳 很難贏 除非是上星星 星期日跑完之後 醒了 早晨 大家好 9月21日早上排位 想不到9點已經有排位 看完排位之後 家家勝二雖然排在二檔 但我想一想 狀態不夠 所以我放進去第四旋 我排除上有少少不同 中線積幅剛剛贏了馬 但這次排十二檔 如果到時真的下大雨 像泥地的露面感 不排除他可以在前面 捱回來 但千百米真的難 我估計他會幫忙做捕捉 我想大家可以看看 如木春風之前如何贏馬 在前面突然間那隻龍藤馬躍 在六百米左右 突然踩快了 拉散馬群 這次有個扣女在幫忙 眾善積幅 當然不知道會否退出 因為剛剛贏了馬 但馬防第四選擇 如果他能夠中段踩快一點 會幫到手 暫時看天文台的天氣預測 接下來幾天都有雨 希望會幫到魚木春風 11號馬明德之星 這次應該不會再那麼慘 不會再在裡面塞死 希望他能夠跟前一點好位去跑 而且上個星期剛剛拼完 希望這次體力頂得住 始終是季立第二場 而六號馬鈴峰 在正常捕捉之下 有錶錶馬和眾善積幅去放 希望他能幫到手 希望他不會脫得那麼厚 位置馬怎樣都要拖 上三星狀態真的不足夠 但可以跑回個班 剛剛昨天的位置只是靠雷神 如果他不能夠在外擋 都可以放到內蘭 而且還可以頂上環保時代出去 應該是環保時代第三 純粹贏騎士 我覺得頭駐上怎樣都要兼顧 所以放到第五選 如果頭駐四重才可以考慮 嘉嘉正義排序就放到第四選 狀態不足夠 但有二檔 希望可以爬得好一點 而另外一隻四重彩腳 雷神竟然肯跑最開心 但狀態真的初氣 減兩分 當然熱身後會好些 但只能夠建議拖四重彩 簡單點 頭場賽事 我調轉次序 如沐春風第一選 第二選明德智星 怎樣都不可以飛 但我挺抗拒手選 而三四五選方面 上心星 嘉嘉正義 凌峰 甚至錶錶馬 還有一隻最開心的 都要拖 不過如果這隻東方雷 能夠留住來跑而不是放頭 我不排除他可以入到第四名 如果你投注四重彩 也要考慮 成功勝驅 為善墜落 好像真的差一點點 威智京也比較敏 中線積福似是一隻做補足的馬 因為十二檔剛剛贏了馬 而且增程是難的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請記得按個讚 以及訂閱支持一下 不用拔 Dawn 我們輕易轉 我可以堅持 第四名字 ayı悅